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财经周报 美国周五深夜的时刻 终于通过了参议院的税改改革法案 这是共和党想要的 共和党在参议院只有赢两席 只要两名共和党参议院跑票的话 这个法案就不会过关 上次欧际健保本来要废除 最后没有废除的原因 就是很多共和党的党员都不太支持 最后有好几名的共和党员 最后不愿意投票 这一次税改法案 这是共和党很核心的价值 减税就能够刺激经济 所以最后51票对49票正式的通过 而这个通过的时刻 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Stickley说 这是有利于大企业 他认为所有这些讨论 根本是一个nonsense的讨论 但减税的确带来 整个世界经济很大的一个大翻转 这个大翻转首先是由于 他把很多公司税降到只有20% 从35一口气降到20% 那很多传统产业就觉得 我可能不用搬家 再来是海外的很多钱汇回来 他的税率也变成很低 那更其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是他让相当多的人认为 这么多的钱回来 某个程度美国经济可能会更好 或者是说美国传统产业会更好 所以他更使得美元 成了全世界翻转的 在全球最受欢迎的货币 美东时间12月2号凌晨1点50分 共和党税改在参议院历经 11小时冗长辩论后 成功克服党内抗拒势力 及最后一刻民主党对手写 修改法案的不满 在党内仅参院大佬扣客 一人反对之下 共和党取得足够赞成票数 令参院成功放行 这项美国30年来 减税规模最大 达1.4兆美金的减税方案 川普预计年底前正式签署 批准税改立法 而他也终于迎来上任将界 一年之际的首场重大胜利 过去7天 堪称共和党推动税改至今 最关键的一周 5 4 3 2 1 就在川普首次主持 白宫国家耶诞树点灯仪式这天 多头气盛的美股提前过节 11月30号 道琼工业指数 延续年初以来高歌猛进的气势 自10月份登上2万3千点 历经30个交易日之后 又一次成功挑战新历史关口 原来共和党的税改版本 在前一日的参院预算委员会上 虽遭民主党委员集体反对 仍在共党全员力保之下 以一票之差 获准递交参院 代表命运乖船的共和党税改 在遭逢数度表决流产的失败之后 终于闯入参院全体表决程序 分析认为 只要赢得这场立法攻防战 川普便能一卷 税改在年底前过关的美梦 而能令美股不出现失望情绪 继续维持牛市行旗 也可替明年国会大选 打下胜利基础 于是在税改最关键的一周 川普游税形成满党 除了倾赴国会 与共和党参院大佬肯谈 盼党内团结一心 力保52一席过半 人数优势令税改过关 川普还来到秘苏里州 为税改投票造势 透过转播镜头 他在演说中借力实力 呼吁选民发声 敦促选区议员支持 一旦过关 这将是美国人民的巨大胜利 This week's vote can b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great chapter for the American worker To summarize, our plan cuts taxes for the working and middle-income families It nearly doubles the amount of income taxed at the rate of zero It reduces the corporate rate from 35% all the way down to 20% And it provides a one-time low tax rate to return corporate money parked overseas trillions and trillions of dollars 共和党向来奉行捐低经济学 坚信替富人和企业大幅减税 将促使他们增加投资 创造就业机会 提高员工工资 但这个逻辑的关键 在于企业有钱之后 一定会用于扩大生产 或替员工加薪吗 华尔街日报的一场论坛上 与会企业主反应 令台上嘉宾 白宫经济顾问柯恩 尴尬无比 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国知名学者史提格里兹 向来主张 川普税改在个人所得税上 调高扣除额和免税额 不过是对小老百姓 施宜孝恩小慧 大企业才是税改 最大受贿者 因此表决前夕 他再次出言反对 我认为这就是 almost inconceivable 从本来的视频 的理论 但是那些提升的金額 就不能立即发生 那就是这种招待 因为如果你第一个2-3年的年 他们会非常利益 从负责的金額下跌 或者在负责的金額下跌 所以这种状态是有点滑 但是厉害的计划局 也很清楚这种情况是哪里的 史上共和党参院内部 有一小部分的税改反对派 其中一派的理由 是认为大幅减税的最大风险是赤字 毕竟美国已背负20兆美元国债 加上新数据显示 未来10年 税改将增加1兆美元的政府赤字 且不足以靠总税收抵消 如果像我说 我们将在赤字上加一元 我将不会成为四元 OK 我抱歉 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危险 共和党参议院大佬寇克 就是表态反对的赤字一派 身兼参议院预算委员的他 因此要求在税改法案中 新增触发机制 明定税改实施后 若无引发经济增长 或者增加过多政府赤字 政府必须增税 但却引来保守派反对 批评增税将消弱经济增长 令共和党再爆内讧 共和党高层于是放弃扣客提议 选择寻找其他新方法 以满足党内赤字音派 表决同时推迟至12月1号上午 并在投票前确定了关键的第50票 共和党在参院占52席 两人以上跑票 表决便鲨鱼而归 最终终于如愿克服 党内对减税将增加国家负债等各种旗舰 获得51位参议员投下赞成票 共和党与总统川普 带着这项划时代的税改胜利 一同望向2018美国国会大选 而随着美国现在的经济 很可能是十年来首次最扩张的经济 这跟川普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加上川普的减税 加上美国人工智慧 在某些技术上的遥遥领先 这都使得美国的经济 其实现在非常好 加上页岩油气太多的原因 美国下一任的联总会主席 他的任命在下个礼拜二 将要投票 那么在这个礼拜 进行了听证会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央行总裁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 即将走马换将 当地时间是1月27日 由川普总统清点的人选Bower 现身参议院银行委员会 人事听证会 让外界首次能够针对 他的政策立场一探虚实 不论是在利率或货币政策上 Bower都倾向打出安全牌 对现任温和歌派的主席 叶伦的一序销回槽随 让市场暂时松了一口气 今年64岁拥有 乔治成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Bower 毕业后曾是职业律师 之后长期投身 华尔街投资银行界 期间一度在小布希前总统时代 被延览入公门服务 担任财政部金融次长 但只待了一年就挂关求去 Bower自2012年获提名进入联准会 成为共和党级理事 也许是深知自己 在经济理论上的不足 Bower很少提出自己的观点 几乎从未对叶伦的主张提出异议 和两党各方都保持友好 算是中间派 也成为同为投行起家的 财政部长努秦 打从一开始就利剑的人选 如果提名获得通过 Bower将在2018年2月走马上阵 成为联准会30年来 首位不具经济学博士学位 首位投行出身 而且名下资产雄厚的主席 就算路线上看来和叶伦一致 但是背景却透露出 两人风格将可能有极大的不同 这也让他难以避免遭致质疑 在掌舵后是否能够坚定捍卫联准会的独立性 与超党派地位 Do you believe it's important for the other independent financial regulatory agencies to be free from administration pressure? The independent agencies to be free from administration pressure? I think it's good for all supervisory regulatory agencies to operate doing the best that they can with their mandates and not to look at the politics of things I can't tell if that's a yes or no I wouldn't want to hypothetically sort of agree with your hypothetical that there's political pressure Bauer四两拨千金 重申坚守联准会超然立场的承诺 让民主党轻轻放下 暂时搁置了外界对白宫会在联邦政府机构背后 鬼影床床的揣测 但过了一山还有一坎 由于鲍尔和川普等多数共和党员 都认为当前金融机构体制健全 倾向松绑金融法规 这又引发了民主党另一波的攻击 of all the rules the Fed is issued during your time there you've been there for five years on capital,on leverage,on liquidity,on stress test you don't think a single one should be made tougher? honestly,sender,I think we've I think they're tough enough well,okay I've got to say this worries me but let me take a look for just a minute here thenat the rules you say you want to roll back a few years ago the Fed and other agencies finalized the Volcker rule with your support on that it prohibits banks from trading on their own account unless i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customer service and this addresses one of the main ways that banks got into trouble during the buildup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at sent them to congress for a seven hundred billion dollar bailout do you support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Volcker rule that apply to big banks for example by exempting additional forms of trading? I do support a rewrite of the Volcker rule I do believe we can do that in a way that's faithful to both the language and the intent of the Volcker rule so you would you would favor exempting more trading for example? I would favor tay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over I think I would call that weakening the rule 鲍伯尔不支持銀行大道不能倒的說法 也不認同华尔街人性貪婪的觀察 這些都和夜伦的態度南農北撤 民主黨就算不滿 但是參議院中共和黨畢竟占大多數 川普若要對金融法規上下其手 也讓人無可奈何 這場聽證會後 由於沒有任何重大政策轉變的跡象 美元指數和美國十年期公債行情波動不大 舆论反映持平 两天后 叶伦也前往参议员报道 出席他任内 最后一次国会听证会 金融市场连事来牛气冲天 在黑色星期五和网购星期一 廉价业绩持续传出捷报之后 华尔街三大股市 在Amazon等科技股 和零售业的带动下 全面上扬并且出现历史新高 美国经济平顺走出 金融风暴的阴影 出现全面扩张 这些都会在叶伦的功德部上 挤上一大笔 叶伦立下汉马功劳 鲍威尔能够发扬光大吗 届时就看他是否有真本事了 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多人一下就跳到说 人工智慧将来可能会制造一个超级机器人 把我们人类都给毁灭掉 不过有一件事情是 现在人工智慧即使加入了 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也是全是最苦恼的事情之一 有将近4600万人为失智症 那么正式的寻名叫阿兹海默症所苦 而有一家游戏软体公司 现在它的希望能够进行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可以帮助人类 有数百亿的脑细胞神经元的人 它可以透过这个游戏叫做 阻塞捕手这个游戏 当你在玩这个阻塞捕手叫 Store Catchers 这是康奈尔大学所设计的 由康奈尔大学所设计的阻塞捕手这个游戏 他们希望可以某个程度 让你的阿兹海默症 慢慢慢慢地可以得到一些解决 或者是说种植成成 能不能够找到相关的药物 让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 美国康奈尔大学在不久前 推出了一个名为Store Catchers 的全新线上游戏 引起一阵小小骚动 因为这个游戏老少皆宜 不需具备特别的科学知识或背景 只要是对解开阿兹海默症之谜 有兴趣的人都可投入这项 公民科学的计划 共同为对抗事迹之症的研究 做出具体贡献 阿兹海默症的成因 至今仍旧是个谜 对科学家而言 人脑堪称宇宙中最神秘难解的物体 甚至比外太空银河系还要复杂 以目前有限的知识 要拨开这团迷雾 还有十分漫长的路要走 截至目前为止 市面上都未曾出现任何治愈阿兹海默症的有效方法 全球现在有4600万人罹患这项脑部疾病 为个人也为身为照顾者的家属 带来极大的痛苦 Alzheimer's disease is a brain disease that causes dementia so dementia is a set of symptoms that are changes in the way you can learn and think and remember and they progress through the brain as more of the brain gets taken over by the disease people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have brain shrinkage so the cells in the brain die the ones that do the thinking and you also have accumulation of toxic proteins in the brain they're sort of like you think about soluble scrambled egg and then when you cook it it congeals into this mess and you get these congealed plaques and tangles they're called in the brain and we think that these two lesions are contributing to the death of the brain cells and the symptoms of dementia 在许多国家 不少家属在患者过世之后 将脑部捐赠给研究机构 让研究工作能够持续开展 if you look at the brain in the hippocampus which is a part of the brain really important for making new memories you can see in a healthy person this one didn't die of Alzheimer's disease they have these beautiful dark purple cells those are the brain cells in the hippocampus and this lovely pink neuropil which is the brain tissue around it and that's what the hippocampus usually looks like so that's what you need to form new memories but in a person who died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you can see that those brain cells are missing so they've died over the 20 years of the person living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you can almost see the little holes in the tissue where the brain cells were this is the physical evidence of the brain changes in Alzheimer's disease 在探索究竟为何会发生阿兹海默症的过程中 其中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科学家 那就是为什么患者会有脑部血液量减少的情况 研究发现患者脑部血管中有2%出现阻塞的病毒 的现象导致脑部血液流动减少30% 为了进一步确认血管阻塞和阿兹海默症之间的关联 科学家将阿兹海默症患者基因转植到老鼠身上 发现老鼠脑部深处有些血管停止流动 而阻塞竟是因为血液中出现某种细胞卡住了血管 导致表达和记忆能力严重退化 但在移除阻塞细胞后让血液恢复流通 心智和记忆都开始逐渐恢复正常 这是个令科学家振奋的全新发现 然而鼠脑不比人脑要找出所有阻塞弹何容易 但靠科学家就算花上一世纪恐怕都还徒劳无功 康奈尔大学设计的Store Catchers游戏是个开始 科学家希望激发重置沉沉的力量 透过全民看读找查 加速分析阿斯海默症的研究数据 最终找出可应用于人类的 移除血管阻塞的药物进而投入治疗 随着全球人口老化现象严重 有科学家形容 失智症将成为人类于本世纪中 在科学 医疗和射精层面上 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任何些微的进展都会为日后处置 带来重大的影响 稍早之前 数家生计公司相继传出 阿斯海默症药物测试 在最后阶段失败的不幸消息 10月初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宣布 自掏腰包捐赠5000万美元 给失智发现基金 积极推动阿斯海默症的研究治疗 有机会有出货帐的关系 有关于阿斯海默症的关系 是我的家庭 包括了一些人的家庭 和我家庭 所以我看到很难的 那不是唯一的主要 但它也带我来到了 有关于你这些人的关系 阿斯海默症的患者 阿茲海默症未必完全和年纪有关 但随着年纪衰老 确实会增加疑病风险 科学家感叹 很多人曾经把拥有记忆 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随着阿茲海默症的发现和普及 人们才惊觉到 连这些习以为常的事物 也会在不经意间消失在黑洞深渊当中 而这也让研究尽快出现突破性的结果 变得更加刻不容缓 前一阵子文倩是这报财经团队来到了Seattle 这个地方早期是微软决定设总部在这里 微软当时Bill Gates决定把总部设在Seattle 第一个他去这里风景比较好 第二个他觉得大家都挤在矽谷 矽谷人就跳来跳去 他就搬来这里房价便宜 然后我不用跟大家挖脚 也不用我训练出来的人就跳来跳去 所以很聪明地选择了Seattle 后来来了第二家公司叫做Amazon 而现在因为Amazon跟微软的崛起 完全改变了Seattle这个城市 你可以看到人工智慧的 对一个城市的重要性 三个国家 54个州和省 238个城市 争夺一家公司 10月中电子商务巨部 Amazon北美第二总部选职案截止收件 区域内喊得出来的百万人口大都会 几乎无意缺席 竟相投入抢人大战 各地政府使出浑身解数 争取50亿美元的投资案 还有城市愿意配合更名为Amazon 大家都要Amazon来插旗 大家都想做西雅图2.0版的美梦 毕竟Amazon上一个直谱城镇 华丽转身 长夜不眠的传奇 实在太令人垂涎了 11月初 文倩的世界周报节目 来到位于西北边陲的海港城市 感受一下网络商誉王国Amazon 如何支手撑起西雅图房地产市场的一片天 今年初公布的全美英价指数当中 西雅图英价数量为62座 是数个大城市的总和 持续蝉联全美英价首都的宝座 资料显示自2010年到2016年之间 Amazon对当地经济的挹注超过300亿美元 让西雅图不只是全美成长速度最快的城市 也是全美最大的企业城 若在寻着英价方向前进 映入眼帘的是这个名为Amazon生态圈的 两个巨大球体建筑结构体 这是Amazon的未来总部 完工之后将是西雅图的新地标 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 事件所及的工地全部都是Amazon的建案 西雅图时报统计 市区办公用地当中 光Amazon一家公司就占了近20% 面积超过全美前40大企业 在该市境内占用办公室面积的总和 不论使用面积或是占用比率 Amazon企业城的规模都是全美之冠 当地经济学家认为 Amazon带动的产业群聚效应前所未见 更远非花旗银行 撑起纽约商办市场的盛况 所能比拟 if you look at companies besides Amazon which is just earth shattering what they have done and the light to transform our local community here we obviously we have Microsoft we have Boeing we have Google who just recently announced they're building they already have a campus here on Kirkland which is the east side of the Seattle area they're going to build a second campus near downtown Seattle we have companies like F5 Facebook we have a lot of companies that are bringing headquarters here Debbie Walter在大西雅图地区 从事房屋仲介超过20年 在她的形容里 西雅图虽然没有旧金山老大哥般的豪阔奔放 但却散发着林家妹妹般小而巧的悠闲情 从经济地区的角度来看 西雅图产业生态完整 潜力确实雄厚 这里有农业盛产苹果 樱桃和葡萄酒 有零售业以跨国咖啡品牌 Starbucks文明 有航太制造业 金基姆是波音工厂 有高科技业 以80年代进驻的微软 和90年代的Amazon为代表 此外还有庞大的观光厂业 孕育线上旅游网站Xpedia的诞生 这些先天条件丰富了西雅图的人力资源市场 加上轻商环境 为Amazon等企业的成长发展 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Number one reason more than likely is because we have such a talent pool they have a large base of employees to pull from but on top of that because of our affordability index for lifestyle we have affordable homes still under that million dollar price point we have quality of life with our clean air we have our mountains we have our lakes we have a lot of outdoor activities all you need is an umbrella 我们继续走出市中心 一系列的都市计划 持续延伸到Spring District一带的郊区 recently it was announced a very exciting project that's happening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nd beijing and it's microsoft has been involved several millions of dollars are being poured into this it's a brand new campus it's called global innovation exchange and it's a graduate program where students can come i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t's a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ampus and it's i believe the number is somewhere around three billion dollars that's being invested into this where there's going to be parks retail shops office space apartments and they took a very old kind of run down part of Bellevue GIX園區年底落成之後就會開始招生 隨著大批年輕學生進駐 這項占地36公頃的東部走廊都市更新方案 預計會在10年內吸引2000居民 創造13000個工作機會 Amazon這些高科技公司和西雅圖 魚幫水 水幫魚 互惠互利全面帶動整體商辦市場交易活絡 和連串大型社區造證計畫 當然也刺激了住宅的房價 Debbie Walter表示 Amazon的壯大激勵西雅圖住宅房價 跟著連年攀升 但但2016年就上漲了14% 尤其像這類一山傍水 百萬元起跳的住宅 更是熱銷標的一屋難求 每每一有產品上架 幾天內就能脫手 你知不知道很多市場 市場管理 我跟很多市場管理 我跟很多醫生 我跟很多工程師 我跟很多工程師 基本上你的醫生 你的足球員 你的市場管理 都會是購入市場管理 儘管Amazon擴張帶動了西雅圖的繁榮 但也推升了物價 並讓城市公共設施 和大眾運輸系統嚴重不足 不過Debbie Walter認為 西雅圖好山好水的魅力依舊 尤其在中國大陸領導人 習近平訪問之後 當地房市漲勢更加伶俐 成為近年來全美最受 中國大陸買家青睞的市場 而且都以現金交易 他觀察在這裡 絲毫感受不到經濟蕭條的壓力 我們已經在2011年過程度 西雅圖是非常獨特的 這裡面是一年90年年izi时 原本激動運용 年越前三年 之後 紀錄2021年 南瓜卷很有 벌 中國大陸店 慎這期是 攝 acontece 所以2011年的数据 我们开始在伤害 Amazon将在明年初宣布奖落谁家 东岸的波士顿 纽约 华府 中部的芝加哥等高等学府群聚 具备国际空港运输能量的城市 都渴望确评重选 获得复制Amazon经验的历史性机会 一家企业造就一个城市 Amazon选址的过程 堪称企业行销公关实案教学的重要章节 当然更是时代中的一段传奇 台湾现在好多人谈翻转教育 其实什么叫翻转教育呢 翻转教育是你完全跳到另外一个领域 或是你完全翻转你的人生 有一个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 刚刚看到了Seattle 看到了Amazon在这个地方 还有微软在这个地方 完全改变了这个城市 而Seattle里头有一个台湾去的小孩 他的名字叫唐盛凯 他原来在大学的时候 在台湾读书的时候是念建筑系 后来研究所 他就去念了应用艺术 所以他马上学了跨领域 接着他的老师 他的恩师叫刘宇东 他是一个建筑系 也是亚洲大学前来的副校长 就建议他说 你一定要去麻省理工学院的 Media Lab 因为那个地方会打开你的脑袋 他到了Media Lab 媒体实验室以后 他就爱上了电子科学 那么爱上了电脑科学 这几个东西的所有的结合 使他今天因为他学了建筑 他又学了应用艺术 就还就成了VR跟AR这个领域里头 最受欢迎跟最厉害的人物 成了微软 现在在全世界举世无双 最强的HoloLens 这个团队里头的成员 我们来看西雅图 这个真正的 什么叫做翻转教育的例子 在Media Lab基本上 他们希望学生用他既有的知识 去创造新的知识 而这个知识并可能会 不存在于现在的世界上 Media Lab的训练就是在 教你想下一个 这是来自台湾 收购MIT Media Lab文化熏陶后 从此翻转人生的一流工程师 我叫唐盛凯 今年41岁 2017年7月 我拿到微软的offer 举家迁移到西雅图 目前在微软的HoloLens 这个研发设计团队 担任研发跟设计的工作 比如说IKEA IKEA今天推出新的家具 你很想知道 这个家具那个家具 全部组在一起以后 到底长什么样子 用VR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我戴上头套 我跟环境隔绝了 那这些家具元素 全部都在这个虚拟空间 让我一览无遗 这是VR AR就是说 我可能拿着手机 戴着眼镜 我可以看到我的环境当中 我可以直接把 那个沙发或那一个家具 直接放到我的家里来 我可以看得到 微软刚推一个 mixed reality的platform 它基本上就是把 Windows全部做到 VR跟AR里面 你带上它的HoloLens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 Windows platform 所以你所有的app 能在手机上run 能在电脑上run 你也可以在这两个 AR VR的平台上run 所以这是微软的一个商机 我在里面负责的 就是这些互动 如何这个instructural 跟使用者之间的互动 如何能够降低门槛 然后变得直觉 大学念建筑系 研究所学的是应用艺术 唐盛凯原本以为 自己会和其他人一样 稳稳待在台湾 安分的做个室内设计师 但在硕士毕业后 海归派的指导教授刘玉东 推荐他到哈佛大学 交换学生一年 同时也到MIT Media Lab选课 没想到这么一趟美东行 让他眼界大开 人生从此改观 那一次真的就是大开眼界 我后来的指导老师Hiroshi Ishii 那时候我去参观他的Lab 然后呢 他Lab有放了几个玻璃瓶子 下面有打很漂亮的灯光 那很有趣的是 那个玻璃瓶子 你把瓶盖一打开 就有声音从里面 音乐从里面跑出来 那不同的瓶子的形状打开 会有不同的声音 那一次我真的是 有点震撼到说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 把数位资讯跟现实生活的物件 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感觉 那当然陆陆续续 他还有其他的案子 比如说有一个杀桌 那杀桌会有投影机 投影这个不同的资讯 在地形地貌在上面 那你只要用手去拨那些杀 然后他就会在电脑里面 重新把那个杀的等高线图 计算出来 然后再投影回到那个杀 也就是说你透过你双手 跟杀的互动 你可以去操控电脑里面的资讯 那一次真的是我第一次觉得说 对 就是这个 我就想学这个 对 那其实现在用现在的话来讲 那就是一个AR的概念 AR就是把数位资讯 放到真实世界当中 唐善凯打定主意 勇闯天涯 但本事不够 根本别想挤进media lab的大门 他到卡内基美龙大学锻炼筋骨 学电脑设计和人机互动 回国后到华硕电脑磨刀 做了几个有趣的案子 熬了好些年 绕了一大圈 凭着花谢花开设计案 在台北花博和国际性展览 打响名号 最后终于取得梦寐以求的media lab 入场券 第一他很难申请 所以申请上对自己是一个 很重要的肯定 第二个是他进去以后非常非常的竞争 然后课程压力非常的重 然后你的同学都是万中选一 然后大家企图心都很强 所以在那里根本就是薄了老命 在跟同学一起竞争 对那我觉得 再加上mitmedia lab的资源 内部资源跟外部资源相当多 比如说他内部有mit各个系所的资源 你的课程你可以休息 那外部有很多企业的资源 所以你除了能够觉得理论上 很前端的一些概念 那你有很多业界的前端的技术 也有可能会汇集到这里 所以我们在做企业的时候 都是跟一些 就是外面的前端企业在一起合作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是一个 就是我觉得成长很快的一个时期 尽管media lab成立30年来 也曾出现起伏 但唐盛凯认为 这里的独一无二和得天独后 也许真得亲身待上一阵子 才能体会为什么很多人 都想复制media lab模式 却始终没有办法找到 第二个media lab 离开波士顿后 他一度前往旧金山的 三星矽谷总部工作 几年后来到microsoft 重返令他念念不忘的AR领域 除了上班 工程师的大脑在市场生活中 也没有停止天马行空的发响 这是他在media lab时期 受到的启发 也是一辈子的最大资产 尽管英语不是母语 在沟通上难免失利 但在国外闯荡几年下来 他始终对台湾专业人才的 素质很有信心 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回家 和大家聊聊那些年 在MIT Media Lab的那些事 然后这几年来 我一直在跟我的朋友在聊 我说我们十年前就想 跟被训练的一些 就我们学的东西 跟我们学完以后想出来的idea 慢慢的都到现在都成真了 就变产品了 那可是我还有20年了 那下个10年是什么 对 所以我现在反而除了自己 在从事ARVR的工作以外 其实我觉得更急迫的是 我自己要去想说 那10年20年后要收割的是什么 你看我10年前学这个 然后10年后我拿的这些project 这都是我去应征工作的材料 对然后我拿这些材料 我应征上了代表10年前20年 10年前学的东西是有用的 那我现在既不是学生了 然后也在从事10年前 做的这个产业 那我10年后要做什么 对 10年后ARVR一定会普及到一个程度 然后就会有下一波 对 所以我现在就在想 那再下一波是什么 那MIT Media Lab的训练 这个呼应到MIT Media Lab MIT Media Lab的训练 就是在教你想下一个 你待过MIT Media Lab 你受过那样子的文化薰讨 你会不自觉的问自己说 那10年后我要做什么 那这就是我一直在问自己的东西 只要你给自己的命题是说 我如何 10年后我要怎么收 我现在此时刻的当下 我就该怎么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 人生哲学 我没过来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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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是一个喜欢妥协 又喜欢发动战争的人 这个战争不是指无力的战争 就是对他来说 每一刻都只是战事 我才能够得到最高的筹码 在上个月的亚洲型的时刻 川普到北京访问 一般认为他和习近平之前 达成了在朝鲜议题里头 非常好的谈话 他也不断地称在习主席 那么对他的夫人也高度地称赞 但是最新的消息是 美中好像又要开始了一场贸易战争 但请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结论 这可能也是他的谈判数 让我们来看其中几个重点 首先是美国正式第一次 反对中国在WTO 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按照原来WTO的规定 如果一个国家加入了WTO 15年之后 他应该就可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而美国认为由于中国仍有倾销的行为 所以川普正式地 尤其政府明白地表示 反对中国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那么一般的看法是 他目的为了增加对北京未来的贸易谈判的压力 那么虽然美国跟欧盟都反对 中国在WTO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但是第一次由川普的政府正式地宣达这个消息 是本周最新的一个消息 而且让大家觉得美中不是在北京谈得很好吗 就这一刻又来了一个峰回路转 其次第二个部分是 美中在全面经济对话 有一个平台叫美中经济对话 也全面的停滞 在钢铁的谈判里头不欢而散 而且没有下一轮的谈判 不只是钢铁 还包括全面的经济对话 目前都是停滞的状况 这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而川普在上个月访华的时候 大家没有注意到是 他的参访团除了工商界的人士之外 他还带着他最著名的经济顾问 是仇中的经济顾问 那就是加州大学 的经济学教授Navarra Navarra他最著名的著作 在2011年叫 2012年的时候还拍成了纪录片 那么拍成这个纪录片 如果直接翻成中文 就是美国是被中国杀死的 就指的是美国的经济 他是整个川普团队里头 最著名的仇中经济顾问 非常谢谢你收看 今天的文献世界 财经周报 下礼拜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